活人們的名ufen 活人的當頭 活人奔無所見 活人的當頭 有一句ığın 來這是2021年最新上夜景的東獅橋下 直接上對岸東獅區的夜景 還蠻漂亮的 看一看吧 打開 Instant 遁 9公裏 很負擔 很負擔 1公裏 另一部 我幫我來幫我來 我幫我來幫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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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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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首先要準備一把剪刀 像我是不需要剪刀的 因為我可以用牙齒咬 所以我們不需要剪刀 然後還有一捆線 鉤子 吊桿 小鉛 木印 以及橡皮筋 這樣就可以構成我們快速釣竹的綁法 好 其實我的線組 綁線的線組很簡單 我們只有兩種線組 二至三種而已 第一種就類似西部牛仔的這一種 我們看一下 類似西部牛仔這一種 我們只要這邊打一個八字結 怎麼打呢 拉一個圈 轉一下 穿進去 這樣子有沒有 它形成一個八的形狀 打起來第一個八字結 第二 繞過去 打一個活結 一個平結就可以了 平結 讓這個擋點穿過這個平結 竖緊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當作我們的尾 那個肝尾所使用的套結 它會越拉越緊 越拉越緊 然後要解開也很方便 這邊一拉 就解開了 靠緊 解開 OK 這是我們第一個結 那第二個結呢 一樣 八字結 我們先把它對折 繞一圈 繞一圈 然後這邊轉一圈 然後這邊轉一圈 這樣就形成八字 這邊一樣有個八 八字 然後這一段呢 它就是會拉扯 它拉扯是不會移動的 緊的 不管你怎麼拉 它都不會移動 這個結的好處呢 就是說它可以 當作我們的 水中系下面 接我們下舍器 再接紫線的那一段 這樣子它永遠的斷結 都會在這個以下 OK 現在這個四周都沒有人了 所以OK 把我們口罩還是戴好 好 我們現在從零開始 從零開始吧 先打一個八字結 再做一個西部牛仔的這種 活套結 套在我們的 肝尾上 拉緊 抽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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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這一把是18尺的 好 我們就抽桿 抽到剩水尾尾結的處 至少要留60公分 我們剛做下舍器的作用 留60公分 好 接下來我們這邊一樣幫我們的 做一個八字結 然後多餘的剪掉 然後下面拉大概60公分 剪掉 然後這邊又運用起我們 原本的 原本的線結 就我剛剛講的一個八字結 一個八字結 再配上那個西部牛仔的套結 只是說你的套結是套在哪裡咧 剛剛是套乾仙嘛 我們現在套在這個圈裡面 套進去 綁起來 它就會形成這個樣嗎 怕你們看不到 形成這個樣嗎 OK 所以說我們現在 水中溪已經OK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綁靈魂的部分 一樣 又是一個八字結 靈魂部分就是我們現在要綁那個 橡皮筋 八字結 結口在中間 我們橡皮筋穿入 穿入 拉緊 多餘的部分扯掉 OK 然後再把我們的小籤 小籤 穿進去 中通的小籤穿進去 拉過去 然後在使用的時候我們可以把 這個橡皮筋把它收藏在裡面 形成這個樣 這個樣子 OK 接下來我們來綁鉤子 倒吊的線組 我們先取一勾 先取兩勾出來 因為我們都是上下兩勾 第一勾15公分 第二勾大概25左右 這樣子就可以了 再量測一下 15公分 用手部去量測 15公分左右 大概就是一個 指頭到掌底的 長度 然後我們綁都是先從上勾開始綁起 綁起 綁法 我都是同意使用這種綁法 就是對折 對折 成一個圈 然後開始繞 繞6到8圈 1 2 3 4 5 6 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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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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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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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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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線 放進這個套子裡面 然後往上一拉 那線阻 就會逼緊 線阻就會逼緊 而且是往上 往上揚的線阻 這裡的線添掉 往上揚的線阻 就會呈現這樣子 這是第一勾 那第二勾的部分我們繼續 一樣 拉兩個長短 1 2 利用剛剛的綁勾的方式 一樣把它綁好 1 2 3 5 6 7 拉緊 把它勾子就綁好 然後記得讓我們的 線阻往下移 往下拉 好 讓我們的線不會瞬間被這個柄 給壓斷 所以要朝下跟勾間同一個方向 這是一個細節 如果你在用細線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使用 不然如果你在上方的話 一拉一扯 它可能就順斷了 所以要把線 線頭 我們拉著這個線頭這邊 往下 OK 接下來我們就是 解解它的位置 拉取我要的長度 然後 雙層套結 一圈 兩圈 穿進去一次 兩次 雙層套結 最後都要做這個B緊的動作 然後把剩餘的剪掉 好 我們線結就綁好了 接下來是木印的部分 木印要特別注意 你一定要 綁在這個下捨器之上 因為上面才是你的水隙 下捨器基本上 就是你的 隨時斷線啊 掛底 要捨器的地方 所以要綁在 這個線結之上 這個我就咬不斷了 這個一定要用 剪刀剪 好 接下來活套結要出現了 活套結這樣子 繞一圈 有個活套結 再把我們的這個 木印線放上去 活套結拉緊 綁好了 而且還是可以滑動的 它等於說 它活套結是 套住我們的木印而已 套住我們的木印 好 基本上我都綁四顆 綁四顆 四顆 在海邊風比較大 活套 活套 當然也可以用編織的 編織的 編織的好處就是 它不容易滑動 像這個大立羊杆也是會滑動的 然後偶爾還要去拉一下我們的木印 把木印避緊 不過這個速度就是快了 因為我們偷跑 一定要快 拉緊 拉緊 好 我們的縣主大致上 全部都綁完畢了 來看一下成品 好 成品就是這樣 非常容易非常簡單 刀釣的縣主 刀釣的縣主 四顆木印 可以游移 可以移動 可以游移 可以移動 可以游移 我可以游移 可以游移 可以游移